来自槟城北海的 沈泽辛和陈慧芬这对好朋友 去年开始从淡奶素 转为纯素食者 更在社交媒体成立专业 亲自拍摄素食教学影片 推广素食 传播善的信息 现在滑手机也有一点价值 其实我们本身也是看 Vegan的频道很多 从中多了解 淡奶背后的那个故事 他们真的是那个小猫一出神 就马上把小牛就带走 小牛要喝母牛的奶 我们不给那个小牛喝 我们需要给人类喝 太残忍了这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被影响 应该如果别人能够看到的话 也有机会被影响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大家滑的时候 如果能滑到一些比较好的 可能对素食每天停一点停一点 然后就会越来越接受度比较大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他们广邀民众参与20天素食挑战 鼓励民众在加防疫期间 用改变饮食习惯的方式 为消灭疫情限以分离 我们每个晚上也会有一个祈祷的环节 过后就可能shake一点点 大家会怕的迷思 不管是营养上面 或者你吃素你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条路上学到的东西 跟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有两个是愿意成为存储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有看到一点点的那种成绩 所以我们是很欣慰的 林爱琪偶然在社交媒体 看见21天素食挑战 带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活动 从中学习素食对健康的好处 让从小一直被灌输自己身体弱 是因为肉吃得太少的迷思得到了解答 以前我吃素的时候就好像只是会吃菜而已 没有想到可以吃一些豆类 里麦小米 我以前也是不懂这些米的存在的 多样化的话 我们才可以摄取到不同的营养 维他命之类的 网络时代让资讯随手可得 一个错误的资讯就可能误导广大的群众 若每一个网络用户都能散播正确良善的信息 就能让网络世界维持清流 让世界更美好 大家新闻 余少年李佳英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